《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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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由衷地感谢各位朋友 那今天晚上呢 贺老师的朋友呢 真的会把他整个生命的风采 太帅了 哈哈哈哈 不许三个 那大家都已经是 跳手一起我就更不敢再多说了 那我就把话题交给 谢谢 谢谢红果 哦 对 刚才有朋友送的字 好的 好 这也是 听说河老师来两个朋友先来两个字 好啊 一刻抱春小 我不要像清华大学校长一样的 念错字 哈哈哈哈 这个我就不想念了 因为我回去好好仔细的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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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 感谢二位啊 对对对 哎呀 看看看看 万山不许一席奔 哦 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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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是的是 杨湾里的诗 哎 对对 太好了 这是故事间生 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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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非常感谢 这个要照张相 要照张相 来来来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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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audience 你知道吗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好 谢谢 好嘞 好了 好嘞 谢谢 谢谢 很帅的字 比我的知无知写得好 那边都看得清楚吗 这个空间 稍微显得小了一点 所以还有许多的朋友 站着 特别的抱歉 各位尊敬的朋友们 我觉得对我来说 今天也是一个特别激动的 特别的喜悦的一个 心情来到知无知 知无知创办一年多 其实我真正是念之在之 特别的期盼的 有一天到这来 跟红果见面 跟各位朋友见面 我今天还说 当时他决绝的离开西北政法 西北政法也是 我很尊重的一所大学 那么离开西北政法大学 离开那个 给他提供每个月提供工资的 一个职位 离开他的课堂 到社会来 到底对等着他的是什么 我很担心他可能没收入 吃不饱饭 没有失去了课堂 也失去了社会中间的一个空间 干嘛我一讲 你就把他搞歪了 没事没事 歪又歪的好处 但是其实我发现他过得很好 之所以过得好 是因为他创办了这样的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已经成为 在我看来已经成为西安的一个文化地标 在北京基本上没有这样的一个空间 虽然北京的各种文化活动会更多一些 但是像这样的一个完全由私人来去经营的 以这样的一种非常纯粹的 我觉得他其实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商业性的考量 那么每天都在都在都在开展一些活动 我觉得特别特别难得 而且话题还包括金瓶梅 你什么时候在讲 我一定要来听一下 特别好 我认为这是真正是一种 刚才他讲的一种文化的陪土的工作 一种心灵的重建的工作 特别特别难能可贵 而且温和理性 他刚才说了一个三个温 温柔 我反正是反正好词都被你用了 特别好 那么今天到这来讲 其实跟过去红果在西北政法工作的时候 到他的课堂上 或者在西北政法大学做演讲不一样 今天我面对的是 社会上各个层次的一些高人 大家都不仅仅是有良好的教育背景 也有丰富的社会的阅历经验 职业的经验 所以我觉得比我到学校去做讲座 我紧张的更多 下午当然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交流活动 谈到了聂数宾案 聂数宾案最近平凡 我觉得心里边很温暖 尽管人已经死了 正像他的母亲所痛心的说 平凡我当然觉得很好 但是我儿子永远没有了 这点是这样的一个老人所受到的这个损害 我想大家可能 人之父母都可以体谅得到 那么晚上呢 其实话题就比较轻松了 我红果问我讲个什么题目 我就说哎呀最轻松的题目讲一讲 否则一天都太沉重了 我觉得受不了 那么晚上讲一下的 我觉得这两年我有一些 不少机会到处去走一走 看一看 国内的国外的 当然不只是这两年了 这一直在游走 不过最近跟我一块来的 北京青浦文化的赵国军先生 他其实过去已经在这在置物资交流过 他们现在在策划一些个游走的项目 是学术性的旅游 就是叫大家报名 然后又有一个主题 比方说日本开国之旅 就是讲去看一看日本是怎么打开国门的 大家知道1853年的时候 黑船事件发生了 日本慢慢的在美国的这个 炮舰的威胁之下 开放了自己的国门 我们就专门去看 这个开放过程中间的这些景点 比方说黑船事件停靠的地方啊 还有日本人为黑船事件 纪念这个黑船事件设立的 佩里纪念馆啊 那么还有佩里的塑像啊 到航馆去看一看 佩里当年也到过那个地方去 韩馆也是最早开放的日本城市 我们会思考一下的 为什么这两个国家的开放过程会那么不一样 在座的好像李光伟先生哪了 郭伟兄 你在那儿啊 我们都在日本是同行 李光伟先生跟我们一路走来 真是特别特别的让我们愉快 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伴侣 你知道按照维城前仲书先生的说法 两个人在一块远行过旅行过 如果不相互讨厌的话 就可以结婚了 所以国伟先生啊 我们都可以结婚了 那么大家在一起非常非常好的交流 那次开国之旅里边还有包括 日本的那个叫大金事件 日本在1891年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事情 就是俄国皇太子到日本去旅行的时候 在离京都很近的那个叫大金那个地方 在街上被保卫他的日本警察给差点刺死 结果这个日本警察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案件 怎么去审判 那么我们这一行人亲自到大金事件的发生地 那个地方还树了一块碑 俄国皇太 路国皇太子 他们他们不叫像我们叫俄国 他们叫路国路国 日本人翻译西方名字翻译的 比方说德意字叫独国 我们叫德国他们叫独国 独立的独国 他们叫俄国叫路国 路国日俄战争之前啊 大家对胜负都难以判断 到底能不能打胜俄国 后来他们学国家的名字 日本肯定都打败他 因为他叫路国路水嘛 日本的是日 太阳一出来就不路水给散没了嘛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大金事件发生地 我们看后来日本的司法是如何审判这个案件的 你们知道展现了非常令人尊重的司法独立 尊重司法独立 当时日本上到天皇 下到国民 都说这个家伙 刺杀了俄国皇太子 那必须要严厉惩罚 严厉惩罚什么 就判死刑 但是你们知道按照日本当时的刑法 就是说明治刑法 规定侵犯皇室成员身体的人 是要判死刑的 那是要加重处罚的 是必须判死刑 所以日本举国上下认为说 那按照这个刑法的规定 这个警察 警察的名字也特别怪 他取名叫三藏 后来当地的立法机关通过了法律 禁止以后给孩子取名叫三藏 也就表示对这个罪犯的义愤 那么说必须要判他死刑 但是日本当时的大审院 大审院就是他们的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的院长叫尔岛 姓尔岛 尔岛什么呢 尔岛为谦 对尔岛为谦先生 立主说 这个条文是针对的是 侵犯日本皇室成员 不包括侵犯外国皇室成员 外国皇室成员在日本 就当着平民来对待 不允许说把这个条文 条文做扩张解释 哎呀 日本举国上下说 法院你怎么能这么干 这个家伙 那惹怒了北极熊 俄国 当时日本人对俄国 简直是觉得恐怖的不得了 结果法院最后还是坚持这么判 判了无期徒刑 判了无期徒刑 结果没想到的是 判完了以后 俄国政府表示满意 所以俄国政府说 日本政府能够尊重司法独立 这说明日本已经进入到了 一个文明国家的行列 而且日本国内的 从天皇到普通国民 都对这个刺杀事件表达了 那么深切的歉意 所以我们不应该再要求 苛刻的要求他们 一定要知道这个人死 西方好多国家都对这场判决表达了欢迎 哦呦 日本人才知道 原来司法独立这个事是个好事 能够叫其他的国家尊重我们 我们是一个文明国家的标志 所以当我们这行人走到 那个杯前面去 大家都觉得 哎呀 很欣慰呀 这个国家 1891年的时候 就能够这么追求司法独立 那么我们有时候想想 中国是不是也应该去追求 这样的一种良好的制度 所以过去古人说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我觉得这个境界特别好 而且这其实也是经常 我们在 我们在旅行的时候 能够意识到自己的 无知 所以我们叫知无知 知无知 经常是旅行的多了 你会觉得 自己好奇 自己去 去探究另外一种文明 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状态 那么在京都 国伟先生 国君先生 大家都知道 我们特别喜欢 一定要去的一个景点 是京都有一个 东山那边的一个寺庙 叫法然院 法律的法 然是然后的然 法然院 是纪念著名的僧侣 法然而 而兴建的一个寺庙 这个法然院 特别重要的一点 是它的墓地 但是在日本许多的墓地 都是隶属于寺庙的 隶属于寺庙 寺庙来管理 这墓地里边 有一位特别重要的人物 埋葬在这 他就是著名的历史学家 日本的所谓的京都学派的 创建 创 创办人 不叫创办人 知无知能够叫创办人 这个 扛顶的 扛顶的 那么 叫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先生 就安葬在那 他死于 1934年 生于 1866年 1866年出生 1934年去世 他的日子比较好记事 因为他在 那个世纪之交 前面生活了34年 后边又生活了34年 所以总共活了68岁 那么内藤湖南 这个名字给人感觉特别亲切 是 许多中国的湖南人 一听内藤湖南 哇 这是怎么说我们家的名字 他叫 其实本名叫内藤虎四郎 他属虎 所以有行二 在日本的国民的名字 特别有时候 特别知道 这为什么这么取名字 很简单 家里边 你是老三 就叫三郎 老四就叫四郎 所以三郎 四郎 群郎 这些东西都 然后经常把鼠像放在里边 还有叫猪一郎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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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叫 叫 什么 猪一郎的 猪的 叫猪一郎 他叫虎次郎 虎年是阴年 所以也叫阴次郎 叫内藤阴次郎 大家也知道指的是他 名字特别 然后他的家乡 在一个湖的南边 所以他自己给自己 取了一个号叫湖南 后来内藤湖南这个名字 更为世人所知 大家都知道 内藤湖南 我们站在内藤湖南的目前 想象着他到现在 今年正好是他的 一百五十周年的诞辰年 他作为历史学家 他伟大伟大在哪 他为什么 现在被许多的人所纪念 是因为他 在一九一零年之后 提出了一个非常 在许多人看来 非常的震惊的主张 一个见解 那就是他认为 全世界范围内 第一个走上 现代化的国家 他用的是 近代那个词 近代跟现代 在日语里面是一个词 那么走向了 近代化国家 是中国的宋朝 你们觉得奇怪吗 我们一直觉得 说现代化 是从西方开始 是在中国开始 中国怎么会 宋朝就开始了 现代化 那是公元九百多年的时候 中国的宋朝 九百多年就进入现代化 这是全世界第一个 现代化国家 我觉得这个说法 特别有意思 那么他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历史上的一个观点 叫 叫唐宋变革说 唐宋变革论 就是说他认为 中国的唐和唐以前的中国 是属于 从秦汉开始 一直到唐朝 这属于中世纪 从宋朝开始 就进入到了 现代性的社会 这是一个特别 有意思的观点 因为他 严重的 可以说是挑战了 我们过去 习建的那些个说法 为什么中国 在宋朝 属于一个 现代化的国家 他提出了 三点 非常重要的理由 第一点 是中国的 确立了 废除了贵族政治 贵族阶层 在中国被消灭了 贵族没了 那么 第二个方面 是皇帝独裁体制的确立 第三个 第三个特色 那就是社会本身的流动性 加剧了 社会本身是流动 这个流动不是说我们 胡广田四川 然后这样的流动 而是说 社会身份的流动 社会身份的流动 社会阶层的流动 你们可能许多朋友都读过 亨利梅因的经典著作 古代法 它不只是一个法学著作 它是一个 可以说是历史的人类学的 都非常重要的著作 那么在古代法这本书里边 亨利梅因 所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是说 从身份到契约 对了 就是说进步社会的历史 迄今为止 可以用一言以蔽之 那就是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 而身份社会是什么社会 身份社会是说 一个人出生下来 就能决定自己一辈子的身份 他是出生的 血缘的决定 这叫身份社会 而契约社会是我们 后天可以改变的 我们可以去做选择 我们一辈子做什么 不做什么 那内藤湖南先生 对于这样的一个 中国历史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说法 很快就影响到了中国 影响到了全世界 大家都觉得这个观点 非常非常的了不得 后来的 英国的一个学者 叫麦克法兰 前年 大前年 大前年在清华大学 做了一个系列的演讲 他的演讲的 最后节节集成书 叫现代世界的诞生 现代世界的诞生 他说 英国全世界范围内 英国从1066年开始 就进入到了 现代化的历程 1066年 他隶属 各种各样的条件 比方说贸易啊 人口啊 经济增长啊 法律啊 政治制度啊 等等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 他关注的一些层面 那么他非常雄辩的论证了 英国是怎样进入到了 一个现代化社会 他已经把时间 进入现代化的时间 提早到1066年 这个比我们一般人认为 现代化起源于工业革命 要早了许多 那么内藤湖南 比他还要早100年左右 50年 至少50年 内藤湖南认为 中国是一个最早的 现代化国家 所以我觉得 有机会 我要推荐一下麦克法 来好好读一读内藤湖南 啊 内藤湖南的著作更加发人深省 这内藤湖南这个人啊 你们知道他从从从小的时候 就生活在一个家学渊源 很深的一个家庭 他的父亲就是一个特别 愿意读中国书的人 所以中国的经典著作 在他家里边应有尽有 所以他从小是读中国经典 读的很多 但是他考大学 没有考到一个很好的大学 考到秋田师范学校 秋田师范学校在我们今天看来 就是一个中专学校 中专学校毕业以后 当了几年的中学教师 然后呢就开始做记者 在新闻界写了很多的文章 特别有影响 包括当时的朝日新闻的 那个早期的那个报纸 那么他就受到了很多 很多的人的关注 后来京都大学的校长说 有这么了不起的一个人物 我们干脆聘他来做教授吧 就聘那头湖南做教授 但是京都大学属于帝国大学 教授的任命 必须得到文部省的批准 文部省说 再怎么了不起 他本科 他没有本科 秋田师范学校的毕业生 怎么能到京都大学去做教授 文部省不同意 结果那个校长说 如果不同意的话 我辞职 老子不干了 结果 文部省说 你别辞职了 你可以聘他 但是不允许一下子聘到教授 你聘他做讲师 结果就聘了先做讲师 第二年就给人家教授了 水平太高了 太了不起了 他对中国的文化的一种 精湛的研究 对中国历史的那样的一种 精深的思考 可以说 一下子就让京都大学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京都学派子 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流派 学术流派 而且他 读中国书越多 他越认为 其实日本文化 就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他说 日本文化没有什么太过分独特的 日本的 中国的隋唐啊 中国的秦汉啊 先秦的文化 本身就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 而且他有一个观点叫什么 文化的地域的 总文化中心流转 文化中心流转 比方说文化的早期中心 可能在齐鲁一带 然后后来就到了陕西这边 后来又到了江南这边 后来又到了日本 他认为中国文化的 到了他这个时代 或者他之前他认为 日本是中国文化的中心 他认为日本如果论说 接受儒家的思想的早晚 来算哪个国家是文明的 哪个地方是文明的 他认为日本比广东 更是中国文化的地域 所以他这个人哪 真有意思 他就不能够理解 为什么中国人要反日 你看看我们都在发言光大 中华文化 你怎么反我们 真是怪 我们为中华文化 做了多大的贡献 你看日本的这个历史 研究中国历史 那些各种各样的人物 各种各样的著作 有一本书叫 中国唐朝厕所的演变过程 货天的写那么厚的书 研究中国 这家伙研究的太细了 他认为日本真正是在 中国文化这个脉络里边去理解 所以他一直不认为说 中国人应该反对日本 比方说两国的亲善啊 两国的共荣啊 这些方面 所以有时候 他甚至主张过说 他当然他明确的说 在战争开始 其实满洲 占领满洲的过程中间 他一直反对继续扩张 他认为说 适当的在满洲这个地方 保持一个日本的利益就可以 不可以说再扩张 说武力在中国是不应该的 因为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拭目 对母亲 对文化 母国的一种 一种残杀 这是不应该的 那么他在1899年的时候 1899年那年他到中国来访问 坐着仙台号 一个船叫仙台湾 仙台号或者仙台湾 然后走到了船 旅行走到了我家乡附近 我家乡在山东烟台 在我家乡附近的海边上 那个船沿着海岸走 他远远的扶在船悬上 看着沿岸的景色 看着那些山 山脉 看着那些村庄 他后来在自己的叫 燕山储水 在自己的日记里边说 故国 山体裸露 故国 故国就是自己家的国家 自己的国家 故国山体裸露 植被荒书 一片凋敝 一片凋敝 这全是秦始皇惹的祸 说秦始皇这个 肺锋建制军线 导致了中国的 这样的一个衰败 哦哟 他一杆子把矛头指向了 我们陕西人 哎 这是什么意思 你发现他一方面说 中国的最早进入现代文明 从宋朝开始 但另外一方面 他又把秦始皇这个事 拿出来说 其实拿秦始皇说的事的 不只是内藤湖南 比方说后来的一些个 日本的 包括木默的一些学者 包括这个 明治时代的那些个政治家 都多多少少的意识到 其实中国为什么会变成 这个样的一个国家 比方说 为什么在英国的 区区几千个士兵 到了中国来 左向披靡 要拿下广州 拿下广州 要拿下南京 拿下南京 中国四万万人口的一个国家 怎么就会把这个 拿着这么一个小支部队 就无可奈何 中国的战斗力 怎么回事 为什么这国家没有战斗力 那么有一些人分析说 这个跟中国的 浸现制实施 所带来的长久的这个国家 离心离德 国民 人心呢 都散了 有关系 哎 这个说法 我觉得也 也是我们在 边旅行 边行走的说 哎呀 经常愿意思考 我自己觉得 这几年来 自己越来越 越去读历史的书 你们知道 现实有时候 觉得特别敏感 碰什么什么敏感 全身都是痒痒肉 所以 所以 越来越觉得 哎呀 算了 读历史吧 有时候想做一点逃避 其实是我们姓坤 是研究法律史 谁历史 能容许我脱件衣服吗 那么历史 有时候文明史 你想想 我们有时候想想 宪政啊 这些东西 中国古代的时候 存在不存在 某种 比方说 限制皇帝权力的努力 皇权 皇帝的权力 是不是存在着 一个制度性的限制 哎呀 我想 包括我们过去 读武汉的书啊 读其他的一些 历史学家的书 我们发现 中华文明 确实跟其他的文明 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 就在于说 其他的文明 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皇帝的权力 国王的权力 越来越受到制约 越来越受到制约 甚至最后制约到一个 立宪君主制 完全没有权力 你想想 英国的女王 现在还在 哎呀 这个女王 真能活呀 天哪 你说 你说这个 把儿子给熬老 那个儿子要继位 什么时候能继位 我看 基本上要跳过儿子 直接叫那个 那个孙子来继位了 活一天就算是 能够延续一天 中国领导人去访问 能够到皇宫去见见女王 也很开心 很高兴 但是实际上 英国这个女王 她没有权力 她一点权力都没有 她在国会上发表讲话 那个稿子是内阁总理 把首相 起草 起草 一个字她都不能改 然后她的权力只在于说 接受一下国书啊 接见一些来宾啊 什么东西 哎 他们怎么能够把君主的权力 给搞成这个样子 被一个君主从威震四方 哦呦 威风八面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 行使权力的人 最后变成了一种 说只是仪式化的一个角色 但这个仪式化角色 其实他的存在 看起来还很重要 不然的话 英国人为什么要养着 这么一个王室 当然从旅游的角度来讲 好像最近 他们算了一下子 有这么王室 最后带来的旅游收入 也更高一些 因为王宫 白积汉宫门口的换港仪式 都是一个旅游景点 几点到几点换港 大家都在那里三层外三层看 哇 带来很多很多的收益 那么 其他的国家都是君主权力 越来越示威 而中国的君主权力 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强大 比方说 人们说君主和臣子们 在一块的那个姿态 早期的先秦的时候 大家都是席地而坐 然后大家一块聊天 但后来君主坐着 大臣站着 后来君主坐着 大臣跪着 到了明朝的时候 大臣跟那个当庭 给你脱下裤子打板子 叫庭杖 甚至能够当场打死 那个宰相 早期还是有宰相 相当 相当 能够制约一下军权 但是后来你看 朱元璋 说不宰相废了 也就废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都知道 在先秦时代的时候 有许多的思想家 其实也思考这样的问题 比方说 孔子提出来的君臣父子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君臣父子 这个意味就是说 君要像个君的样子 臣要像个臣的样子 你们也知道 到了孟子的时候 孟子其实比孔子进了一大步 因为他提出来了一个非常了得的事情 就是说 他假 他已经误读了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一种 君臣的一种 关系的一种混乱 于是他提出来了 臣对君的态度 要取决于 君对臣的态度 臣是君如 君是臣如手足 臣是君如心腹 君是臣如草戒 臣是君如寇仇 这是一种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他说我们虽然不是平等的 但是我们是对等的 你对我怎么样 我会加倍地回报你 孟子其实这个人 他多次触及到这个问题 比方说他的 名为贵 设计次子 君为亲 你想 孟子是一个主权 人权高于主权的观点 因为设计就是主权 你看 名为贵 设计次子 君为亲 那就设计和君这两者 其实比不上民更重要 所以 人权就高于主权 高于主权 孟子还提出来了 对汤武革命的歌颂 汤武革命 你知道他跟齐宣王 两个人聊天 齐宣王说 听说 节奏 他们两个的时候 分别是 汤和武 周五王 推发了他们的君主 这种事有吗 孟子说 好像历史书上记得有 然后 齐宣王 这个君主 其实也蛮可爱的 因为他是我们齐国的 领导人中间 特别坦率的一个人 什么 寡人有吉 寡人好祸 寡人好色 我觉得这一点 比较坦率 比较坦率 那么 齐宣王 当然他不能够容许 这样的挑战君主权威的 一种行为 他说 臣是其君 可乎 明显的带有 相当严厉的 否定的意味 孟子接下来说那段话 掷地有声 贼人者为自贼 贼义者为自残 残贼之人为之一夫 文诸一夫 咒语 慰问世君也 他说 对那些独夫民贼 如果君主沦为独夫民贼 残害自己的人民 备犯 一些基本的道义 那么这样的人 我们都说 他已经不是君主了 我们人人可以诛杀他 讨伐他 这是一个特别伟大的观点 吓人 这个吓人 那个齐宣王当时的表情 怎么样 我搞不清楚 但是后来又有一段 他们讨论过所谓的 这个贵族和君主的关系的时候 孟子曾经说区别于同性之君和异性之君 同性之君 君主跟我们是同性的 同族的 我们如果是反复告诫你 你还不听的话 我就可以把你废了 吓人 齐宣王勃然作色 最后孟子说 还有一种选择 就是异性之亲的话 异性的贵族的话 反复告诫你 你还不听的话 我就走人 我就走人 就是用脚投票 孟子这样的思想 其实 其实当然也受制于某种 其他的一些限制 比方说 我一直觉得 儒家思想中间 有些东西 它的矛盾一直没有解决 比方说一方面强调君为成刚 当然君为成刚这个说法 是稍微晚一些的出现的 但是仍然是儒家思想中间很重要的 另外一方面强调汤武革命 这个君为成刚跟汤武革命之间 到底怎么去办 你说君为成刚的意思是说 君教臣死 臣不得不死 那就说君主对君主的服从是无限的 要看其意识 要有看其意识 要必须要服从 那么但是 另外一方面 你又要判断 他是否是残贼之人 是否是一个独富民贼 判断标准也不是特别清楚 所以 哎呀 中国的这个历史啊 就有意思 军权特别不稳定 军权特别不稳定 你看日本 到现在那个天皇 还是 还是1400年那个家族 公元984年 日本有一个和尚到中国 当时是北宋时代 到中国来访问 先是到了浙江的天台 泰州那个地方 去看了一下子寺庙 拜访了一下子高僧 然后接着就到了开封 我们国家的首都 开封 当时的皇帝叫宋太宗 我们都知道唐太宗很有名 宋太宗不是特别有名 宋太宗亲切接见了 来访的日本和尚 雕然一行 哎呀 雕然啊 年轻 帅气 你知道两个人交流 不需要翻译 为什么呢 看一下一个 笔谈 笔谈 日本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跟中国古人交流 都是笔谈 笔谈还有个好处 直接留下历史记录 大家互相对话 然后聊着聊着 突然太宗问雕然 哎 这个雕然 这个雕字 上面一个大 下面一个州来的州 姓周的州 一般的人 可能都认不出这个字来 他叫雕然啊 那么 说你们国家的君主 传了多少代了 雕然说 已经传 已传六十四代 六十四代 我的天哪 六十四代呢 得多少年 当然雕然 把那个神话时代 也都算上去了 一代一代的 但是那不是神话时代 也传了几十代了 几十代 当时把太宗给震撼了 小朋友们都惊呆了 怎么可能这么长 雕然还补充说 我们国家不仅仅是君主 这么传承这么多代 而且我们的臣 也是士臣 也就是 他可能是地方的那些大明啊 那些藩主啊 也都是一代一代的传 也是士臣 世世代代相传的 太宗 最后送走了客人 太宗跟这些个大臣们说 日本的这样的做法 反而是中国的三代的时候 期盼的最美好的统治模式 而我们传不了几代 就就就就就就分崩离析 与线分裂 这国家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建立 他说说我个道德配不上 伟大的历史上伟大的君主 但是我愿意跟各位一块好好努力 把这个国家能够传承下去 世代有朝代朝代永固 啊能够千秋万代 但是其实没有人能够传多少代 这到底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 好像文明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我们的皇权会那么不稳固 你们知道 汤武革命这种学说 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 一个造反的借口 哎 君主在这儿 马车路过 远远的看了一眼 有个人说 望之不适人君 望之不适人君 旁边有人说 彼可取而代之 然后 好家伙 然后 然后 哎 一下子又在河里边钓鱼 钓上一条鱼 肚子一割 里边有个黄布条 上面写着 苍天一死 黄天当立 哦呦 造反吧 然后就造反了 哎呀 中国这个天下到底是谁的 默默的有一位思想家 叫本居宣长 日本的本居宣长 本居宣长说 中国这个社会最难治理 为什么难治理 他们没有固定的主子 谁做皇帝 谁搞不清楚 所以随时可以把皇帝拿下来 自己去做皇帝 这样的话 当皇帝的人天天想着如何防范 下边的人想篡党夺权 不篡位 想篡位 那么下边的人天天在想着什么时候把你推翻 所以这个国家永远没个好 他没有秩序 没有秩序 哎 我觉得这个还很有意思啊 你比方说日本人 你很少有人说日本人想当天皇 日本人没有没有这种想法 日本人 你想天皇 你们知道 一个是他是神话传下来的 许多人都相信日本的这个天皇 是天照大神的后裔 是太阳的孩子 然后呢 这个神话固化了这样的一种君臣关系 另外一方面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非常重要的是 他们好像举国上下 后来都有了姓名 但是只有天皇没有姓 你们知道天皇没有姓 天皇姓什么不知道 他没姓 所以这个没姓也是 能够让许多想篡位的人没办法篡 你不就要诸口吗 谁都就要 你爷爷都就要诸口 你还想当天皇 所以天皇是一个特别特殊的存在 但是呢 我要告诉大家 其实让这个江山如此传承久远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日本从很早的时候开始 就形成了一种天皇不亲政的历史 天皇不亲政 天皇不亲政 当然历史上也有几个想有作为的天皇 后来将军们一生气 把他发配到小岛上去了 结果天皇知道 哦这个不好玩 因为你是神的后裔 所以你就不应该干人事 所以你就 你就老老实实的就做个天皇 哎呀我们天天歌颂你 天天的三乎万岁的 但是你就不要干实际的事 实际的事都是将军们啊 官白啊 大明啊 这些人 他大家去做这样的事情 你知道这有一个好处 这个好处在于说 你知道不做事就不承担责任 没有不犯错误 那个天皇啊 反正什么事也不干 然后大家都觉得 哦神啊 神啊 但是不干事就不惹麻烦 就不出错误 所以国家发生了什么错误 都跟天皇没关系 天皇只是一个荣耀 只是一个伟大的象征 你们知道一直到二战的时候 二战天皇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 一直研究不清楚啊 后来那些人说开会的时候 御前会议 那个天皇那个明治的时候 天皇是这样 有点走上前台的感觉 御前会议 天皇一定要参加 又叫御前会议嘛 天皇从来不说谎 就在那儿 就像一个尼菩萨一样的坐在那儿 从头到尾 大臣们争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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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终于达成一致了 然后把那个最后的决议拿来 天皇的官员 把天皇的章盖上去 这就是天皇玉子 有一次终于天皇说话 一说话把所有人都给吓得 有好几个人掉到椅子底去了 天皇还会说话 这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传统 我觉得 做事的人没有荣耀 不想享有道德的光环 不想有宗教的光芒 那么他有个什么好处 就是能够纠正错误 就是容易纠正错误 如果做事的人 做错了事 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光环 所以就容易纠正 说不你免了就可以 就像日本的首相 就像走马灯一样的 我觉得现在的安倍也太长了点吧 因为基本上战后的首相 都是一年多一点就下了 有时候一年好几个 大家不觉得有什么特殊 因为天皇是一个特别 长久的稳定的存在 这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体制 日本人叫这种描述 他们的自己的体制 这叫地位不一贯 地位不一贯 也就是说 你有你的最高的宗教性的权威 道德的权威 跟那个实际的权力之间 是分离的 而中国的体制 这个东西是不分离的 中国的体制最高的行政首脑 也就是最高的立法长官 同时也是最高的司法官员 同时也是最高的道德领袖 同时也是最伟大的思想家 什么东西都是一个人把握的 中国古典时期的皇帝 就是这个样子 一直没有办法去想象 你是如何能够把君主的权力 给分流 让君主不再是说 什么事情都操纵在他的手里边 我们的君主都特别的操心 哎呀辛苦 辛苦 当然后宫里边人多 也是一个因素 不容易 但是 昼夜不睡觉 然后批各地的奏折 各个官员来的奏折 然后对任何事情 比方说所有的死刑案件 最后都是由皇帝来勾掘 所有的这些权力 都集中在这样的一个皇帝的 一个人的手中 你们知道过去文字欲 为什么那么严重 是因为思想方面 说已经圣人口议论安感到 思想方面最深刻的是圣人 但是圣人早死了 孔子早死了 谁来去权威性的界定 什么样的解读 是属于符合孔子原意的解读 由皇帝来决定 皇帝的思想是最深刻的 最深刻的 这种传统其实你们想想 一直保留在到现在 我们没有办法去把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几种权能加以分离 叫它地位不一贯 我们相反是地位高度一贯 这种高度一贯的地位 使得皇帝既是一个权力 无远弗界的一个权威 同时也经常可以说是 让皇帝承受的最大的压力 因为所有的过错 都是皇帝的过错 因为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你的手里边 这样的一种体制的状态 是中国的军权限制方面 所面临着的一个极其严重的挑战 就是说你很难去限制君主的权力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再想想内藤湖南 他提出来的所谓的秦始皇的工业 你们知道公元前221年 就在我们这个地方 旁边那个地方 机场那个地方 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 天下统一了 天下统一了 设计什么样的一个体制 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去治理 这个统一的这么一个庞大的帝国 这是以前根本没办法想象的 这么一个浮原辽阔的帝国 你们知道统一 一直到辽东半岛 当然也包括我们焦东半岛 南边到广东 已经是变成了秦帝国的江与 广西 大家到广西桂林去看看林渠 那都是秦帝国的权威 到了那个地方的一个标志 那么那边到甘肃 那边到四川 好有这么大的一个帝国 你怎么去治理他 当时大多数人还是主张说 我们仍然要按照周天子的 那个统治模式来进行分封 分封治理 但是呢 当时李斯同学 力排众议 力排众议 李斯认为不可以再沿用周代那个同学 周天子之所以被我们推翻了 被后来这个分崩离析的一个状态 就是因为封建制度 其实对国家并不好 不利于一个良好的治理模式 因为当时很早的时候 就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叫县的 这样的一种概念 你们知道县是什么 是在当时的诸侯国新征服的一个区域啊 他们来不及或者不愿意用分封治的方式来去封一个王在那进行治理的时候 他们临时任命一个官员 在这个地方 这个官员是可以由天子或者说诸侯王来去随时进行任免任免 线这个字 你看古代那个线那个繁体字那个线字旁边是一个联系的系 那是一个绳子的意思 那是一个把一个人用绳子拴着然后把他放放放放下去 悬在空中 然后把这个官员悬在那个老百姓的头顶上让他治理 随时我可以把他拽上来 而另外一种模式就是说封建制的模式 封建制的模式恰好是一个官员 去地方所谓的地方官员是扎根的 因为你是分封的嘛 你封了他在这个地方做王 他就世世代代 因为他是用血缘来传承的 大家知道血缘传承的这样的一种权力 最大的威胁在哪 就是开始的时候你的血缘看上去很近 因为你都是把兄弟分封到这儿来 分封到那儿来 大哥做皇帝 然后亲兄弟分封到一堆的地方 他还是亲兄弟呀 但是到了下一代 就开始慢慢疏远 再下一代可能出了五福啊 就没有什么大家什么相亲相爱 不可能没有什么东西 所以开始的时候可以像拱卫天子的权威 但是到了后来就不行了 就一定走向分裂 李斯抓住了这样的一种论证方式 让秦始皇频频点头 哦呦 秦始皇英政最后说 天下刚统一啊 我们现在就搞分封 那就是竖兵也 是竖兵也 是把对我们敌对的兵给竖起来的这样的一种过程 所以也就特别强调了 全国实行郡县制 郡县制 全部都是由在咸阳的这个皇帝来任命官员 对国家的各个地方进行治理 划多少郡多少县 但是特别讽刺的是本来想传承千秋万代的这样的一个政权 没想到是中国历史最短暂的政权 哎呀 二世而亡 二世而亡 二世为什么亡了 你们知道对于汉初的统治者来说 这个问题是一个特别严峻的事情 到底经验教训在哪 后来 他们有一些人去论证说 跟废除了封建有关系 封建制有它的好处 但他们也没有办法完全实行封建制 于是在汉朝的时候实行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 哎呀 这个陕西这边 基本上是军先制 你看到了东边 海边那边 一会儿这个王 那个王 你看 这个现在在徐州啊 河南的最东边那个永城县啊 挖掘了好多汉王墓 都姓刘的 那就是说分封的一个迹象 但是很快发生了八王之乱 好像这个统治模式就是 感觉选择起来非常不容易 大家如果 如果有兴趣读一下 杨连生先生那本 那篇文章叫 明朝的地方政府的 那个那篇文章 里边前面有半篇文章 就在隶数中国历朝历代 关于封建制和郡县制之间的 优劣的这样的一种对比 到底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坏处 一直到顾炎武那个时候 黄中西这些人 最后终于 还是强烈的感受到 郡县制 弊端多多 但是恢复封建制 又很难 于是 顾炎武的说法是说 我们是否可以 封建制 与郡县制之中 遇什么之中 遇什么之中 这个就是表明 他们想不得 这两种因素进行结合 但是 其实很难了 因为中国的社会结构 已经 无可避免的 走上了一条 具现制的道路 你们知道这里边 跟贵族政治的废除有关系哦 因为 按照孟子的观点 所谓的君主 不过是 贵族中间的那个大个人而已 所以贵族集团 可以对一个君主 进行强有力的制约 一直到唐代的时候 贵族阶层对皇帝的制约 还是清晰可见的 有很多的事实力 可以表明 当时有许多的大户性催的 尤其是有一家 有几家 很厉害 但是 宋朝以后 这个贵族政治就彻底没了 为什么彻底没了 你们知道 科举考试啊 科举考试啊 社会流动啊 社会流动 导致了 你知道科举考试 给社会带来的多大的流动性 也就是说我们 因为实行俊宪制 你不可避免的说 认官的时候 你就要 哎 你不可以说血缘政治了 九品中正 不行的 就必须要考察一个人 是否在道德方面是良好 又红又专 啊 政治 业务都非常好 啊 然后就可以做官 但是茫茫人海 你怎么选择 你怎么选择 开头的时候 举剑 举剑 结果举剑 举秀才 举秀才 不读书 举校联 复别居 很快就腐败了 我小的时候就经历过 推荐上大学 哎呀 开头我们以为 哎呦 我们这些 下层人民 都有机会读大学 最后才发现 举剑上去的都是有 有头有脸的人物 的孩子 那么科举考试就成为必然 我觉得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情 怎么你说考试的方式来去选官 我们我们是什么假定 我们假定一个人熟读四书五经 熟读中国经典就可以有良好的道德熏陶啊 然后就富有诗书气自华 然后就就就就就可以有良好的行政才能 这个假定可能可能也是有问题 但是没有别的办法 只好考试 考试开放给所有的人 所有的男人 全国上下 那真正是举国考试 我们到一些贡院去看 好像西安也有贡院吧 啊 西安的贡院 其实还是挺重要的贡院啊 当年日本的三十年代 日本的东京的有一个有一个学者 来西安看了看贡院 哦呦说是那个空间太小了 你说这个选拔人才的这个圣殿 居然让每个人 就算在那么个小小的空间里边 局促在那儿 被拘在那个地方 写作书是他也有点地狱一样的感觉啊 他他这么说的 但是这种举国考试的体制 使得中国社会的结构 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你想想 能不能说一个官职 能够长久的传承在一个家族里边 不可能 你你自己做官 但是你儿子能不能继续 还客举考试成功 那太偶然性偶然因素太大 啊 有时候取决于你孩子 是不是纹固子弟 很少有真正的杰出豪迈之事 那么再加上什么 你娶的妻子也很重要啊 我们老家的话 叫爹岔岔一个 娘岔岔一窝 啊 娘岔岔一窝 这要娘岔一窝传下了啊 这个太不保险了 其实最好的办法是血缘 哎 只要是你的孩子 就可以传承你的地位 这是最保险的 最不保险的办法就是考试 哎呀 于是这个考试带来的 这个人们的感叹 富不过三代 君子之责武士而战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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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为田舍郎 目登天子堂 旧时王谢堂前宴 飞入寻常百姓家 眼看他家起高楼 眼看他家宴宾客 眼看他家楼塌了 你看 这种社会的这种流动啊 你们知道 按照何炳蒂教授 已故的呃 旅美历史学家 何炳蒂先生 他对于明清两代的 这个科举考试 带来的人口流动 人的流动 不是人口流动 是社会身份的流动 做过深入的研究 全方位的收集各种样本 尤其是像近视提名榜啊 他发现明清两代 他收集的所有样本 统计下来 因为都必须要登记 这个已经中了近视 中了近视的人 祖宗三代都是做什么的 往上追溯三代 最后他发现 三代之中 没有一个做官的人 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 三代没有一个做官的 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 你们想想 这带来了怎样的一种 社会流动 也就是说 你不可能说世代传承 哎呀 而且官场保持着吸纳 新鲜血液 大家不断的新人进来 摸摇社会各个角落 黄河岸边陈家庄 那个叫陈世美的小男孩 哎呀 从小真是学习优秀 哎呀 又刻苦 后来又娶了一个叫 秦湘莲的 这个贤妻 相夫教子 一路过关攒将 你看全国高考第一名 这真正是社会身份的大流动 大流动 而且接着是皇帝说 要问女儿嫁给他 问他结婚没有 这小子 千不该万不该 他说他没结婚 哦呀 就演了这么一出 你说西方人怎么能够理解 中国人怎么了 皇帝女儿即便长得丑 那也必须要找个门当户对 当然跟皇帝门当户对不容易 但是你看当年的 1930年代的英国的国王 爱德华巴士 你们都记得他的经典故事 那个凄美的爱情故事 哦呦 爱德华巴士 在火车上坐着 对面坐了一位女士 两个人四个眼睛一对 坏了 秋天的菠菜全出来了啊 哦呦 这个 两个人弹着吃头鸡啊 哎呀 马上就开始谈婚论嫁了 对面这个人叫 辛普森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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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 我觉得也不觉得她漂亮 我看过她的照片啊 但是这个人就是 情人眼里出西施啊 爱德华巴士 就一定要娶她 结果你们知道 在朝野上下 引起了一场巨大的危机 简直是英国当时 最轰动的 一个叫宪法危机 爱德华巴士说 你们凭什么不让我娶 你知道 走向 大法官 上医院的议员 下医院的议员 王室其他的成员 全部劝 陛下不能够娶她 哎 为什么 有什么根据吗 陛下 我们国家 还有一种东西 叫宪法惯例 叫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 宪法惯例 国王说 宪法惯例是什么东西 然后说 宪法惯例嘛 就是不成文的 谁也看不着 但是你一违反 他就出来的那规则 叫宪法惯例 哎呀 那宪法惯例是什么 我娶妻 我看好的女人 我想跟她结婚 要有遵守什么规则 人家大法官说 我国宪法惯例 关于国王能娶的女人 有三个标准 三条标准 第一 她必须是一个贵族家的千金 第二 她必须是一个 英国国教的信奉者 第三 她必须是一个处女 可怜的辛普臣夫人 三条全部符合 她出身平民 她不信奉英国国教 她已经第三次 要跟国王结婚的话 国王是她第三任丈夫 好 按照我们在西南政法 读书的时候 我们那个婚姻法老师 说一口四川话 叫混都结了好几岛了 混都结了好几岛了 哎呀 这个怎么办啊 国王说不行 你们这个惯例早已经 过时了 我们今天已经是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民主潮流滚滚向前 国王要娶的人 不应该有任何限制 凭什么我不能娶他 结果最后还是不成 抗争了好几天的国王 最后最后说 那算了 我不干了 国王你不娶他了 不 我不干国王了 我的天哪 不爱江山 爱美人 爱美人 这真是 真是让人觉得 特别感动 后来 大臣们 一下子都释怀了 那就好 一下 那没问题了 你不干国王 你就可以娶他了 没事 因为你不是国王 然后就温莎公爵 和温莎公爵夫人 他弟弟继位 做国王 然后 将要离任的国王 向全国发表演讲 那个时候是 没有电视 全是广播时代 BBC 向全国直播 国王的讲话 直接的直播 然后 各大影剧院都开放 大家都来听国王的讲话 告别演说 听着国王沙哑的嗓音 大家想象着 这两天他的抗争 都觉得 哎呀 他太值得同情了 然后国王说 我要请求各位 谅解我 我不做国王 真的是 不是没有责任心 我实在是 离不开那个女人 所有的女人 都在流眼泪 哗哗了 哎呀 最后擅长 有电影院 就像下了一场雨 一样的 底下都是水 都是泪水 英国的国家 20世纪 还这个样子的 我们 你看看 秦世美 秦世美 秦相连 你看 秦世美 就可以跟皇帝的女儿结婚 那当然你们说 这是虚构的 他其实呢 中国文化 他 那个很早 宋朝开始 没有了贵族阶层 你还有讲什么 讲究 什么门当户对 大家看最近 那个讲坛社的 那个那套 关于中国历史的书 写宋代的那一卷 里边讨论过 当时为什么 许多人在研究 家庭制度 当时的那些个学者们 就是因为大家 也感受到了 哎呦 这社会已经变成了 一个没有贵族的 社会的时候 我们是否能在 没有贵族存在的 情况下 仍然通过家族的 培制来去培育 来去形成一种 社会本身的一个 特殊的一个阶层 但是很难 很难 那么这样的一种 情况下 我觉得已经是 没有办法去想象 你们知道 对于皇帝的权力 的制约力量 是一个稳定的 贵族阶层 这个在世界上 其他的文明都 都可以说是 历久不衰的 一个验证 比方说 大宪章 一二一五年 六月十五号 那天在伦敦郊外的 一个泰晤士赫旁边的 一个叫 Renimate的地方 约翰王 看到贵族们 承送给他一张 巨大的羊皮纸 上面用拉丁文写的 密密麻麻的 六十多条的 叫大宪章 叫Magna Cata 二十五个英国男爵 在下边数上名字 并且要求国王 署名来去遵守 这个大宪章 你们知道 贵族的存在 使得 国王必须要 礼让三分 因为贵族们 不仅仅是说 是一种特殊的阶层 而且他们拥有军队 他们自己可以跟国王打一仗 国王最后没有办法 只好屈服 他们也不是说 国王被打败了 就把国王给废了 我来做国王 不 国王还是国王 还是尊重国王 这样的一个血统的传承 但是 必须遵守规则 你们看到大宪章 一二一五年 整整八百零一年前啊 英国的这个贵族们 做了这么大的一场事件 而你怎么可以想象 在没有贵族的社会里边 有这样的事件能够发生 胡适先生曾经研究过说 唐以前中国打仗 都是那些高贵出身的人 冲锋陷阵 带领着这些平民的孩子 打仗 他们都是冲在第一线 这是贵族的一个传统 你们想想 现在英国的王室的 国王的家庭成员 那些孩子都要到军队里边去 这是一个古老的传统 但是 胡适先生说 宋以后再也看不到这种情况 因为宋以后 连贵族都没了 我想贵族阶层的消失 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我们还要思考一下 好多好多的东西啊 也许都跟这个有关系 我自己常常想 西方的那些个 伟大的艺术经典 比方说音乐 比方说绘画 比方说建筑 这些个特别了不起的东西 每每让我们焕发起一种 特别高贵 特别神圣的一种感觉 这种东西其实是 多数是因为 它的贵族阶层的存在 它对于民间的这些艺术 慢慢培育 慢慢提炼 升华 甚至有时候 我想想 包括我们的餐饮 我觉得中国以前是分餐制的 你们知道 像西方人现在吃饭一样 每人前面一个盘子 自己吃自己的 但是后来变成了 和餐制 你说和餐制 对于一个从小 习惯分餐制的人来说 是特别富于冒犯性 你说你 大家一个锅 一个盆 然后筷子 你吃一口 我吃一口 口水都留在一起 好 哟 那个筷子 李宇汤还告诉西方人说 中国人筷子很长 有些筷子一米多 西方人说 那怎么吃啊 那我给你加 你给我加 这个饮食啊 我就觉得 你真是想想想 那个西方人到中国来 跟中国人这么吃法 火锅 口水长流 这怎么怎么办呢 怎么办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和餐制现在感觉又卫生 又节省 大家吃多少 拿多少 但是分餐制又浪费 又不卫生 说到了 啊 说到了 分餐制 分餐制 说到了 没关系 大家都听出来就说明没事 那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认为可能跟这个社会阶层的 就就就大家都降低了 大家都降低了 有贵族阶层存在的社会是大家慢慢往上升 而没有贵族阶层大家都往下降 都到甚至的皇帝 你到故宫去看看的皇帝 他上厕所 你们知道上厕所多重要 上厕所 人的生活方式中间 上厕所是太重要 上厕所 人都必须上厕所 哎呦 这个上厕所 中国的奴村这个厕所 没法上 没法上 皇帝厕所好吗 皇帝怎么 那个搞那个东西 哎呦 皇帝也是拿太监 抬几个大大木桶 大大缸来 然后底下搞上 铺上草木灰 皇帝蹲在上 呛呛呛这么解决 也不高贵 也不高贵 整个的文化就被拉下来了 所以这个 这个我认为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说 我们时间也不要说得太长 那么马上说这个 郡县制使得封建制度 寿终正寝之后 封建制度所能够带来 对某种地方自治的因素 就没了 郡县制是什么 郡县制是说 真正实现了率土之兵莫非王臣 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是我任命的官员 我也可以罢免他 他只需要向我效忠 他跟当地是什么样的关系 他跟当地没有什么什么真正深切的关系 封建制度 大家知道一直可以说很晚进的封建制度 日本明治维新的封建之前的封建制度 他都是长期的一个地方的单位 这个地方政府是因为是世代传承的 这个权力你们知道 统治者就生活在被统治者之间 大家就在一个小小的封国 你们记得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有多少国吗 藩国 这样一个罪儿小岛 居然有250多个不同的藩国 有些大的 有些小的 但是无论大小都是长久都传承下来的一种 一种这样的一种继承 继承的 继承的权力 你知道权力的来源 除了第一代可能是天子分封的 到了后边 那就是我是藩主 因为我爸爸是藩主 我爸爸是藩主 所以我爷爷是藩主 所以我的权力跟你中央没什么关系 于是他就带来了一个特别强烈的 真正的说 我这是自治的 藩主和自己的藩民们生活在一起 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 你知道它是一种非常近距离的相互之间的 其实也是一种制约 大家相互承担着权力义务关系 比方说一个好的藩主 必须要维护良好的社会治安 提供公正的司法制度 并且保证当藩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 能够征集一部分兵力来对外作战 那么另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说 慈善事业 经常是藩里边出现了一些灾难的时候 然后藩主啊 真的这是自己的地方 所以世世代代大家生活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使得藩的这种自我意识 非常的强烈 使得藩对于中央权力的那种独立性 变得非常的强烈 这是封建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 这个特点搞不好会分裂 会分裂 因为 因为它不受你中央前置 你知道欧洲大陆那些个封建制度之下 法国的国王哀叹说 翻这个封城的封城不是我的封城 也就是说他只能够跟自己的直接封城 发生权力义务上的一种直接的约束 但是超越这个直接封城再往下分封的 他没有办法去说 跟下面的说直接去统治 所以法国就显得四分五裂 我觉得好的封建制度在有些地方 最好的封建制度的维系往往依赖于地理环境 日本这个国家 他之所以后来能够维系的这个国家 还能长久的变成封建制度长久的维系 同时国家不分裂 是因为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岛上的国家 你跑也跑不了哪去 外部的力量也没有办法侵略它 日本这个国家历史上总共收过两次外敌入侵 一次是元朝的时候 我们曾经想征服日本 但是蒙古人不会海战 打仗海战不行 但是已经攻到他们那儿了 先头部队已经上岸登陆了 结果来了一阵神风 妖风 好远的跟飓风 把整个的舰队全部吹了七零八落的 上来的人也被杀得差不多了 然后这是他们历史上遭受的一次侵略 第二次就是二战以后 美军占领 他们总共有这么两次外敌入侵 他们幸运的是他们是一个岛国 我们国家不是这样的一个岛国 大陆国家没有办法 所以封建制度搞不好 在这样的国家就有可能是分崩离析 成为好几个国家 法国 现在的法国 德国 意大利不就是这么 封建这个国家最后维持不住了 只要三分天下 大家变成这样的一种状态 所以封建制度有时候是有分裂主义的倾向 但是没有封建制度呢 比方说俊宪制这样的这个状态 他到没有分裂主义的倾向 基本上很难分裂 因为他不是一个地方势力很大的一个状态 中央任命官员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没有了地方政府了 当我们说local government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跟美国人在一块开会说 中美地方与中央关系比较研讨会 美国人也说他们的地方 我们也说我们的地方 但是他们不知道 其实我们说那个地方 根本没有美国人那个地方的概念 同样我们就叫local 你们知道王立军跑到美国领事馆之后 中央决定 中共中央决定 免去王立军重庆市副市长职务 我看这条吓我一跳 我说重庆市副市长 是重庆市人大任命的 选举产生的 你怎么能够说 中央就决定免去重庆市副市长职务 我们中央不仅仅是可以免去直较市副市长 我们中央还可以任命村长 天津大秋庄 余作敏事件发生之后 中共中央决定 由大秋庄所在政党委书记 兼任大秋庄村村长 我几天哪 村长你都管 你还有没有一点点的地方 我们这是老传统 中国古代就是这样的传统 因为中国古代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地方政府 所有的地方官员 其实都是皇帝 直接的一个权威的延伸 都是皇权的一部分 而且后来的情况 你们知道到了明清时代 为了进一步的削弱 地方官员跟本地的关联 规定了任官回避制度 任官回避制度 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在自己的本级做官 必须要保证 比方说郑板桥到山东维县做先令 到山东维县可能郑板桥还听得懂山东维县人说话 一下子叫你到潘渝县去做先令 好远的 广广广广广广 你广东话你都听不懂 你怎么去治理这个地方 缩短任期 原来任期比较长 现在后来就是两三年 就必须调换 带来了很大的问题 你们知道非常严重的问题是地方官员 根本没有办法去说 真正的说在地方很勤政 很很很好的为民服务 搜刮当地的人 只变成了家常便饭 三年青之府十万雪花银 我们怎么能想象 你像秦始皇同学 当年说设计说在咸阳这个宫殿里边 直接可以说全国官员都是我任命 我能够很好的控制他们的行为 我能够让他们真正的说既忠于朝廷 又很好的去治理当地 你这真正是遥控 想象当年的这个技术 这个交通条件 你怎么能够了解地方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知道今天这么发达了 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们能知道吗 比方说在重庆 薄熙来主政时代的重庆 大规模的可以说是无法无天的 对企业民营企业进行残酷的剥夺 稍有不服就是黑社会 官员稍微提点不同意见 这就是黑社会保护赏 他们甚至可以把一个 根本不够任何资格判死刑的人 文强这样的一个司法局局长 他本来是已经是公安局的常务副局长 他以为薄熙来来很自然就可以服政 结果没想到薄熙来一定要从辽宁 找那个叫王立军的人 来去做他的 因为公安局长必须是自己的心腹 结果文强 哎呀 搞到司法局去做局长 司法局当然也是一个政局级 跟公安局局长一样 但公安局局长 司法局局长的地位 跟公安局局长你能比吗 哎呀 心里边牢骚啊 发的发牢骚就被薄熙来知道 然后就查 查也查不出多少 什么东西啊 家里边搜 搜了挖地三尺也没搜出来 结果有一天电视告诉我们说 哇 从他家一个别墅门口的池塘底下挖出 2000万元人民币的现金 在水底下藏着 偶有那镜头 我们展现出来 我们看的真是震撼啊 我都觉得这太有想象力了 往水底下藏 我都是往床底下搁 这家伙往水底下藏 这太厉害了 马上就放到了大黑除恶成果站 放到那个 那个案件还没有启动呢 司法 那个那个那个 整个的司法过程没有启动 没有判他有罪 但是把他的罪证 放到了大黑除恶成果站 叫老百姓看 有多少老百姓亲眼看到过 2000万元人民币 那个规模之大 包括中央的高级领导 政治局常委 去重庆 也都看过这个 哦呦 大家说这样的腐败官员 不打还了得 你知道很快 后来就匆匆忙忙 把文强给判了死刑 立即执行 但是 后来我们知道 这个钱是王立军他们 放到底下的 完全是栽账 完全是栽账 重庆啊 说有多黑都有多黑 结果 打来打去 他们老说打黑 唱红打黑 最后我们才知道 谁最黑 中央知道不知道 中央真的不知道 中央真的是去了以后 哦有着政治局常委 握着王立军的手 打得好 要保持高压的力度 对黑社会绝对不能手软 其实他们打的全是无辜的人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 我们能够了解地方的情况吗 今天这个时代 你想想2000年前是什么时代 我们居然可以想象 在这样一个广袤的帝国里边 能够说通过线这样的一种制度 来去使得这个国家得到良好的治理 你能够有效地控制这些个县官 我认为这真正是说太浪漫主义的一个想象 结果这国家就治理 就没有办法进行治理 按照苏哲的话说 皇帝有 皇帝有丝毫的索取 一丝一毫的索取 下边把你的山都给你挖走 皇帝有磅礴的恩泽 下边到了下边成捐滴之师 一滴一滴的 这就是我们历史的一个写照 我们没有办法 古来说治力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你这个力怎么去治 这是一个mission impossible 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这就是我们这个政治过于浪漫的想象 想象的可以说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帝国里边 实行俊献制 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理 我们的皇权 于是既得不到 比方说贵族阶层的约束 也得不到 真正的地方政府的约束 真正的地方化的政府 那么这就变成了毫无节制的一种状态 那么另外我自己也觉得 他怎么去想象 就从皇权那儿 慢慢的分化出一只专业性的权利 你们知道英国的专业化的司法 基本上都是从御前会议 慢慢的分化 慢慢的分化 并且慢慢的成为 比方说司法机关 这个司法机关 国王有时候还可以去审理案件 早期的时候 但是从17世纪初年开始 国王即便是最简单的 比方说刑事方面的司法 国王也没有办法染指了 因为 司法的专业化兴起了 英国的律师 获得了一个历史性的伟大的契机 那就是有一天突然这个国家规定说 所有的法官都必须从律师中选任 而律师是一个民间的力量 最后居然成为进入到司法这个权力 微部门国家的权力部门的唯一的一个可能性 一个门槛 你们知道这是历史上伟大的一种妥协 而这种妥协并不是说 对于一个国家治理很不好的一件事情 相反 他有了相当重要的一种专业化的司法 司法逐渐的说 虽然司法是国家的权力的一部分 但是司法 更像是一个人民与政府之间中立的裁判者 那些个法官们出身于律师 他们深深的懂得 如何在人民和政府之间做中立的裁判者 这样的一种裁判的一种角色 使得英国人比方说 人们说英国就是说 他们不再想象革命 因为英国不需要革命 你所有需要去说争取的权力 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公正的司法 专业的司法能够获得解决 没有关系 在英国 无论你的起诉对象是多么的有权有势 无论你个人是多么的微不足道的一个小人物 你都可以相信英国的司法能够给你公正 给你公正 这样的话就极大的可以说 使得一个国家变成了一种不需要革命了 大家这种专业化的力量非常重要 我们要想想 中国社会是否能够分化出这种司法 为什么没有分化出一种专业化的司法 州县官员 他就一个官 中国古代这个政府模式真是独特 治理30万人的一个社区 叫县 就一个政府的朝廷命官 就一个朝廷命官 也就意味着权力没有办法分化 这个官员他 至少有半个月的时间 或者十天的时间一般 拿出来作为审理案件用 其他的时间各种职能滚打包收 全是他一个人来行使 他当然有秘书有助手 师爷 师爷就是他的非常重要的 比方说钱粮师爷是管税收的 行民师爷是管司法的 大家觉得哦 这师爷是不是 不 师爷的工资是由限制限 他自己来去从自己的收入来支付的 这真正是要一个人的政府 哎 中国古代一个人的政府也有他的好处 因为你找政府比较容易 你知道政府在哪 哦呦 中国现在你说到一个县城里边 你说要找政府办点事 哎呦 那真是 你都不知道哪个门是对的 一会儿是说打架了 找公安局 公安局说是在院子打的 还是在外边打的 在屋里边打的吗 在屋里边打的不算我们管辖 这个管辖很麻烦啊 你说中国老百姓在政府 在衙门面前就有点像是一个皮球 而且像中国足球队的足球 总进不了门啊 别踢来踢去 古代没有 古代一个县 县里边就一个一个一个县压 县压里边那个大老爷 就是这个县里边 唯一的朝廷命官 哎 老百姓跟政府的交往成本 还是比较低的 然后政府能够扩张权力的可能性也不大 因为他 他就一个人嘛 他下去扰民 也很难扰民 那么这样的一个一个人的政府 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比方说他怎么能够专业化 走向专业化 不可能 你会说中央层面上是不是有点专业化 我要承认中央层面上 相对来说是比较专业化 比方说刑部啊大理寺这些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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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部 好像有一点点的专业化 但是呢 在汪洋大海的反专业化的这样的一种下边的政府之上 这种顶层的专业化 有多大的一种辐射力能够让下边专业化 下面不可能专业化 而且我们的古典的语言 我一直觉得我们应该重视中国的这个汉字的 跟现代的法治和跟现代的科学之间的一种隐秘的关联 我们的语言是一种特别特别有趣的语言 这全世界很少有的我们是方块字 方块字有个是最大的一个天然的特点 就是他大小都一样 每个字都一样 一个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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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英语 我到英语世界去看 他没有写对联的 他没有写对联的 没办法写他对不上 我们就能对得上 对得上 哎呀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 数千年往事 住到心头 哎呀国君你能够全问背下来 我知道你这个家很有本事啊 那么这样的一种对对的这个传统 使得我们出现了篇立文 四六片 然后你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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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本身形成了一种特别诗化的一种倾向 特别格式化的倾向 而且中国古代科学考试极大的倡导 推动了这样的一种官员的文人化的倾向 你知道官员本身是文人 哎呀天天 写诗作画 然后动不动就拿毛笔字写个字 毛笔字有时候也挺害人的 中国这个大家那个有些人一辈子在那写毛笔字 感觉好像气象万千 其实有时候一辈子也没写几个字 耽误了好多读书的时间 因为练毛笔字 然后 秀才人情只半章 然后一个扇面经常交换来交换去的 哎呀这个这个文化 你想想 明朝的传教士 西洋传教士 耶稣会的传教士来中国 感觉中国特别让人不能够理解的是 中国遍地都是诗人 他们国家写诗的人也就那么三两个 五三五个头发留的长长的 写点长短不齐的句子 很有意象的 不中国不是 中国是所有的人都写诗 我个人也经常写点这个打油诗啊 打油诗 好呀 这个写诗 你知道 你要是真的说追求诗的境界 那个诗人的想象真是不一样 我们法学院的前院长朱苏丽教授 我就觉得他是一个 真是一个文学家走错了路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郎 哎呀他就 你想他发表的 他年轻的时候 十几岁的时候就在诗刊上发表过诗 那很了得 哟 他那天的演讲送别学生 然后告别演讲 学生要毕业了 他说早晨 我从卫明湖畔来到这里 走在卫明湖畔 看着被雨水打湿了的湖面 你说怎么跟这么人在一块儿和同事 我觉得他就不应该学法律 他说他是一个诗人 诗人那种想象 你就没办法去琢磨 你看孩子的诗多了不起 诗人这个有大的特点是什么 你们知道 就是不讲逻辑 诗人不讲逻辑 诗人 诗人在那儿 诗情画意的说 春江水暖 鸭先知 逻辑学家说 鹅怎么不知 然后一片 一片青光照姑苏 逻辑学家说 怎么不照武汉 西安呢 你怎么只照姑苏呢 你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呢 这个诗人 这个诗人真是 他就 毛泽东说 他喜欢唐人的诗 不喜欢宋人的诗 因为宋人的诗干巴巴的讲道理 唐人的诗是形象思维 形象思维 形象思维是什么 是说什么 偏不说什么 哎呀 你真是松下问童子 言诗采药去 身在此山中 云深不知处 这写的什么 哎呀 真是写什么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 说就对了 你 但是 你说 要搞法律 你说 法院判决案件 一个案件 事实到底是什么 法律条文 怎么去解读 哎呀 这里边需要的 不是诗啊 不是诗人的才能 而是说 你语言本身 需要有一点 柔韧性 你这个语言 可以很灵便的 去描述一个案件的事实 这个事实情况 到底是这样的 一个事实 跟那个事实之间 差距 差别是什么 跟去年 我们判的一个案子 情况是怎样的 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边 我们的语言不行 我们的语言太多的格式化 太多的格式化 他就没有办法赋予柔韧性的 去描述一个案件的事实的原委 因为他必须老在 那个官员做判决的时候 老在那想着 这个用什么典故 这个地方还要对仗一下的 他老想别的 你知道 你看一个好的判决 最后发现 什么对仗啊 什么音韵啊 什么这个这个这个用点啊 什么节奏 全部都有 除了法律没有 以外 什么都有 你想想 现代司法需要去进行 很复杂的 法律推理 法律解释 法律的条文 含义到底是什么 像成都的 孙伟明 醉酒 喝醉了酒 驾车 撞死四个人 重伤一个人 这种到底算不算是交通肇事 还是算是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 许廷先生 用自己的信用卡 取钱 他取一百 ATMG 印给人家一千 而且只扣一块 导致许廷取了一百 十七万块钱出来 十七万五千块钱出来 逃走了 法律规定 新法规定说 盗窃金融机构 数额特别巨大的 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 法院判无期徒刑 对不对 哎呀 这里边啊 那许廷先生这种行为 到底算不算是盗窃 而数额到底怎么去判断 你知道法律这种东西啊 它特别容不得这种格式化的东西 特别容不得你一定是四个字 再加六个字 四个字再加六个字 这么写法的话 没有法律的生存空间 我认为我们的这一套 我们的古典语言 所以我说胡适 为什么特别伟大 因为胡适用白话文 解放了我们的语言 让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用白话文 白话文柔韧性大了多许多 它根本不需要去追求那种 当然好的白话文写作 往往也有点对当的感觉 让你读起来很愉快的那种感觉 节奏啊什么东西 但是呢 至少不像古人写作那样的 那么那么痛苦 所以我想我们国家这个历史啊 我们走世界 我们到处去观察 去想一想内藤湖南 跟中国的历史的概括 我后来我站在今年的第二次 到内藤湖南的目前 想着的事是 我认为内藤湖南先生 还是有的问题 也就是说他那个 对中国的历史判断 说中国走上的近代性 有存在的很大的缺陷 走向了近代性 是一个全方位的东西 但是中国恰好是因为 某些方面过早的走上了近代性 而使得其他的方面 居然很难走上近代 很难走上现代化 比方说 你会发现许多的国家 其实是因为贵族制度的 长久的延续 才能够真正的建立起 一个现代的一个政府 因为权力制约的关系 能够确立起来 皇权不至于扩张到 无边无际的一个状态 许多国家正是因为 封建制度的长期的延续 而郡县制度没有采纳 你们知道日本明治维新之后 1871年 突然宣布一项叫 废藩制县 哎呀 废藩制县 我一看这个词 我说这不就是 废封建制军县吗 可是他们比我们晚了整整 2092年 2092年 这2092年中间发生的故事 值得我们去大可 仔细的去玩味 去思考 为什么我们有些地方 走得那么早 那么早熟 而那么早熟恰好 导致了我们整体的现代化 变得更加艰难 我觉得今天我们建立一个民主体制 宪政体制 仍然还是有这个历史留下来的 沉重的历史包袱 我们并不是说 只是现在的某种特定的体制 给我们带来了障碍 我们可以说 秦始皇给我们留下这份遗产 这是一笔巨大的债务 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写了一首诗给郭沫若 劝君莫骂秦始皇 焚坑事业要商量 其中有一句叫 百代都行秦政治 百代就是2000年 百代都行秦的政治 这个秦的政治最大的特色 正如我上面所说的这些个特色 使得中国一直就走不出来 这样的一种 说有一种强大的民间的力量 比方说科举考试 瓦解了阶级社会 可能产生的这种空间 日本人引进中国的东西 引进了好多 但是有两样东西他不引 太监制度他不引 科举考试他不引 有科举考试就使得 日本这个社会结构就瓦解掉了 因为他的士奴工商是不流通的 而我们科举考试带来了 所有的社会阶层 都是相互流动的 所以 如今想来 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要走向真正的全方位的静态性 尤其是在政治法律领域中间走上静态性 其实我们需要去好好的反思我们的传统 我们这个国家两千年是怎么过来的 为什么我们的皇权没有办法得到有效的限制 我们如何去比方说追求哪些方向 我觉得我们追求哪些方面去着力 可能跟我们对历史本身的一个关注也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 我说 内藤湖南先生 许多方面非常的高明 但是对于现代性的判断方面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说 他的理论存在着很大很大的问题 这是我今天要给各位暂时先汇报到这 一会我们还可以再叫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今天真的是特别的非常的美好的夜晚 非常的高兴 再次的感谢各位 感谢贺老师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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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